一輛黑色轎車停在一樓七樓下 接著三個人從車內下車進到屋內 過了一陣子屋內開始冒出濃濃黑煙 還有大火燃燒 火勢猛烈燒了整間屋內一片通紅 消防隊趕到現場灌救 20分鐘內將火勢撲滅 但進到屋內搜索 發現三名成年人明顯死亡 分別是在一樓客廳找到一名男性 以及一樓廚房通道找到兩名女性 火廠內只有一名三十三歲的零性男子 跳窗逃生 全身百分之四十的二度燒傷 一失清楚 他是這棟房子的新屋主 而這場火是人為縱火 下區警方調查縱火的是58歲陽性前屋主 因為欠債 房子賣給合夥人 合夥人再賣給新屋主 三十三歲的零性男子 零性男子帶著姐姐跟當律師的表姐 前往點椒房子 意思因為前屋主還沒搬離 雙方發生口叫 陽性前屋主拿出 預備的汽油 潑油縱火 只有新屋主逃出 姐姐 表姐 還有陽性前屋主都葬身火箍 縱火釀成三死 警方從前屋主 在屋內預備的汽油判斷 可能早有預謀 要刻意縱火 渾石員綜合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